试试课中,老师用一个不知体积的玻璃球测得其内的气体压力正好是一个大气压 这个球跟一个预先抽成真空,半公升的大玻璃球相连,中间用气阀隔开 当气阀打开,气体流到真空球中,达到平衡之后,量得压力是570毫米巩柱 假设气体膨胀进入真空球的时候温度没有变,那气体为理想气体 求未知体积的玻璃球的体积为若干公升 那我们可以假设原来玻璃球体积是V公升 那依照波尔定律P1V1等于P2V2 原来一个大加就760毫米巩柱,那假设体积是V 当打开气阀气体灌入之后,最后的总体积变成0.5加V 那压力变570毫米巩柱 那我们可以从这边计算出V就是1.5公升 本体的答案就是V选项